松媽是不是跟大家講一下,陳先生是明天早上預計要出院了,他的狀況感 是,目前就是預計明天早上會幫他辦出院 因為他每天情緒很不穩,一直鬧著要出院這樣子 那他現在有哪些部分是復原還沒有完全? 目前他的身體狀況就是他目前平衡感還不是很好 然後他的左右眼都有分別有外邪視跟上邪視的問題 然後兩眼複視的問題都一直要持續的追蹤 媽媽,那你說他情緒有點不穩,是怎麼樣情緒不穩? 他就是只要回想到他的傷還有他現在外觀變成這樣 然後他想到他的疼痛讓他覺得就是很不能接受 為什麼這種事情會發生在他身上,他就是非常的氣憤 媽媽,他有回想到會不會是比較到那一天之前 他應該現在慢慢可以講了一些,然後是不是有接受主查的這個筆錄? 他目前還沒有接受筆錄,因為他目前有時候他會突然就是他不想講了 他就說我什麼都不知道,他的情緒目前還沒有辦法很穩定的控制住 他那天是覺得說他基於保護同學啦,他是覺得說他就一個人被打,默默被打沒關係 他也是出自於說他想保護其他同學的安全 他好像一下來的時候,他有跟對方道歉,不是對方好像這樣 可以大概這樣拼湊一下,你不是說那時候懷疑一下過程是怎麼樣? 弟弟,就是我兒子他有說他當初啊,就是一直跟對方也道歉了 一直跟他們道歉,為什麼他們還不願意就是放過他們還要把他打成這樣子? 對,因為我兒子當初是被他們架在旁邊,而且叫他跪下 跪下然後再從後面開始一直打他,對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誇張 那知道目前警方針辦的進度嗎?警方有被持續的領域性嗎? 目前警方是有跟我聯繫說三個人已經積壓,但是目前針辦的進度的話 因為之後警察官還會再跟我約個時間見面,那我才會再跟他了解進一步的狀況是如何這樣子 媽媽,對方有跟有任何的人被接觸嗎? 沒有 家屬自從上市都沒有被接觸嗎? 都沒有,完全沒有,對 但是就是我部分,我這個部分也是有一些壓力啦 對,因為會有很多人提醒我要趕快和解 對,因為他是說對方是有背景的 如果你日後還要長長久久的生活的話,最好趕快和解這樣子 是誰來提醒你類似這種事情?身份,警方還是怎麼樣? 這方面可能不太方便透露啦 但是他們也是基於好心跟我講說 也是給我這方面的建議,他們也是出於好心啦 但是對我來講可能是一種警告或是有一種威脅的氣氛 但是他們也是以他們的立場再給我一些建議這樣子 那所以目前身旁嗎?你還有要告這次來的身上嗎? 呃,當然啊,當然,對 所以你沒有要回家嗎? 目前沒有,而且目前對方也都沒有跟我聯絡 所以,對 家屁弟可以走了嗎?那可以做什麼? 要自己吃東西?或者是什麼? 你很假的無人情緒?為什麼醫生說他可以出去呢? 目前因為他的情緒就是每天鬧著一直想回家 然後什麼事情他都不願意做 他什麼事情都很排斥去做 可能看個東西他可能看不到幾秒他不想看了 對,連下來走路他也不太願意 他可能只想回家窩著躲著這樣子 對,他以前可能很會很喜歡跟朋友出去啦 他經過這件事情覺得在他心裡上覺得呢? 在他心裡上可能還有很多需要克服的 但是我可以明顯的發覺他還不太願意去面對 對,所以說可能還要給他心裡輔導一陣子 那你有透過同學或怎麼樣來補提他嗎? 就是正面來補提他嗎? 有沒有同學來補提他? 目前的話同學是都有通知說要來看他這樣子 目前應該也都會鼓勵他啦 對,但是對於他目前的情緒可能都處於十分的暴動的狀態 因為他會覺得很不能接受他 為什麼頭會被封的那麼多針 總共46針這樣子 所以他是很愛美嗎? 就是說外表變這樣他不能接受 帥帥的樣子 對,當然不能接受他目前的樣子 因為他真的是對他自己的打扮 他自己有他自己獨特的風格啦 那目前他很在意他的頭髮 對,頭髮被剃光這樣子 一直到這三個人他會怎麼樣?他會說什麼? 當然他會很氣憤 那他會一直想說 要問我說這三個人為什麼會下手那麼的殘忍? 那為什麼會是他? 那這三個人現在目前的狀況是如何? 然後是不是可以得到他們? 就是說我們可以獲得公平的審判啦 然後獲得合理的那個一些判決這樣子 警方這番今天有嘗試要來做筆錄或什麼嗎? 那有進行嗎? 目前檢察官在等我們出院之後 再跟我們做筆錄這樣子 所以現在檢察官司機上他的處理是已經可以走了嗎? 還是覺得他的平衡感啊 他的這個認知啊、經驗啊 目前心理師還在做一些認知上面的評估 但是走路的話就是說他平衡感還是 非常的欠缺某方面的平衡感 對,他一直走路的話 他也有可能會造成他的頭暈 對,頭頭暈 然後他的傷口也是會有一點偶發性的在頭痛這樣子 因為他眼睛現在變成左右眼 一眼有外斜視、一眼有上斜視嘛 那就是在神經方面 可能就是視神經上面有稍微受損 那這方面可能要觀察三到六個月 如果沒有恢復的話 醫生是說不排除只能靠手術方面 再來做一些矯正 所以這方面是我比較擔心的 怕他再一次手術會讓他再受一次很大的打擊 對 所以姐姐現在眼睛的狀況是說他看懂是他沒有辦法用太久 他只能用一眼看 他只能選一眼來看 那視力有減少嗎 他一眼三百 但是一眼是完好的 但是現在都有斜視出現 對,他就只能用一眼看 看一眼 他就是說如果右眼痛了他就換左眼 左眼痛了就換右眼 對 這樣平衡感不就會影響嗎 對,所以他平衡感目前還不是很好 對,如果說兩眼很用力看的話就會比較暈一點 對 那這樣能夠入院很快的回去需要上課嗎 目前的話這個上學期勢必是要休學了 對,應該要等到下學期再看看這樣子 是 媽媽最近有在拍照嗎 是從他 等一下他會有復健師再來做一次復健 那我有答應就說 我會拍一段有關他復健的影片給你們這樣子 是 弟弟願意跟我們關心他的人講一段話 他現在沒辦法,他真的情緒很犯攤 他情緒很不穩 對對對 那是什麼啊?你前陣子這段時間有在錄影? 這段期間比較沒有了 因為這段期間他對我的情緒也是非常的很恐怖 對你也會發脾氣 對媽媽也會發脾氣 他對別人不敢發脾氣 所以他只會對我發脾氣 對對對 那怎樣發媽媽脾氣 他可能會一直瞪我 為什麼把他關在這邊,他會一直瞪我 媽媽你看到他這樣子會很舒服 是不是會好好的嗨的人 我當然會很心疼 真的真的 他的脾氣我很怕說回家之後我會壓不住 對,因為他如果回去還沒有辦法找到他想要做的事情的時候 他勢必又會有一段躁動的時間 是 所以我會非常擔心他情緒上的問題 對 對,那也在下禮拜 下禮拜還會再安排有關心理師方面的一些評估跟諮詢 對 你覺得他的頭部是幾針 四十六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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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四十六針 是哪一邊比較遠 他從耳朵這邊 繞一整圈到前面來 媽媽你可以再講一遍嗎 他四十六針怎麼走 他 他是從 左耳上面一直開到往後腦繞一圈繞到前面 所以他整個是頭顱頭蓋骨有打開過 對 總共幾針 四十六針 對,他總共四十六針 那他被拔的時候當下他痛得要命 他頭也痛得要命 所以說他對這種痛是非常的感受深刻 也非常的無法接受